好啦 我在找時間 等你看你 凡不理如果真的沒同學後 要有一個人 照顧她 妹妹是為了要求姿仔 她沒姿仔看不出來 妹妹也很喜歡姿仔 姿仔如果娶她 妹妹也比較不會想 孫女 妳說什麼 孫女 妳說什麼 柳華姐的拜託 答應我 告訴我 祝福一拜託 拜託妳 孫女 妳也這樣 孫女 妳聲音 妳聲音 好 妳聽我說 我答應妳 妳怎麼在那邊 在那邊 妳不是很嚴重 不得發財嗎 我是在第七年 如果是因為我感情的媳婦 我是不可能的待遇 因為她的事 妳不能浪費太多時間了 你們最近要舉辦媒體尾牙餐會 我覺得妳在那個時候 把我正式的介紹給大家最合適了 這個事情很重要 把我當的婚姻 跟她的婚姻 和我當年給她的婚姻 好嗎 孫峰 我要用這種方式 讓大家知道 我是妳葉孫峰的太太 這是孫宮 我們都要配合她的年終告白啦 因為她就設計這年終告白 這幾天她都沒好好睡 還有這次 是我替妳準備的 她想要穿的日子 是的 為了補給葉孫峰還是我們爸的婚姻 我只能理由妳的感情 做一個和妳雙心的壞人 好啦 我要再找時間 等妳看妳 好 萬不你如果真的沒有同學好 要有一個人 照顧她 妹妹是為了要求姿仔 她把姿仔看不見 妹妹也很喜歡姿仔 姿仔如果帶她 妹妹也比較不會黑白姿 孫陸妳說什麼 孫陸妳說什麼 孫陸 柳華姐的拜託答應我 告訴我祖書一拜託 拜託妳 孫陸妳不要這樣 孫陸妳先起來 好妳怎麼說 我答應妳 我答應妳